各位我最近有个发现我跟A股啊中国股票市场 还挺有渊源的 我不炒股我没兴趣 但是历史上我还真是我怎么都忘了这事了 也不知道是谁帮忙怎么这一个插口的 上海A股上市第一批我居然还买了一点股票 没多少钱我从来也没弄过 后来我就把这事忘了 所以最近我把这事翻出来了 找找材料啊 我跟你讲讲我炒股的体会 我炒股的体会就是把这事忘了 最近听到这个证券管理层有人讲这么一句话 应该说过去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现在既然我已经在上海股市上 我最开始那年我买过一点股票 那就不能说跟我没关系了 这位领导说 坚持把保护投资者贯穿于资本市场建设和监管执法的全过程 这话没人能听出毛 怎么听都理直气壮一正词言 但是有一个刺头叫纽文新呢 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他听出毛病来了 他说表面上没什么大问题啊 确实有不对味的地方 他说啊 因为啊 证券的监管者 他最大的职能是保护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才是他最该保护的 就是因为整个金融发展历史当中 在这样一个历史长河当中 人们总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规律表示也很简单 就是人家大投资者用不着你监管者保护 你保护啥 第一人就有钱 他们有自己的律师 有自己的专业团队 有自己的会计师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人家帮他们运作 他们的权益如果受到盯点损失的话 那还得了啊 他们会主动的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 他们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他们想所有的关口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监管部门对人家太上心干嘛呀 但是中小投资者就不一样了 你有专门的律师吗 你有那么大的财力吗 你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帮助你来处理问题吗 甚至你都没那么多时间 一旦被欺负了 你和违法者打官司打得了吗 2015年那股灾闹下来 多少人急得要跳楼啊 怎么办呢 你找谁去啊 所以纽文新就说了一个观点 他说我不是说你这句话不对 但是我强调监管者 必须站在中小投资者这个方向上 如果大家认为纽文新话说到这儿 也不过如此 保护中小投资者 这话我也会说 但是人民日报 中国经济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 人家不是白给的 人家讲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话是冒风险的 是得罪人的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上 你相当于大家都低头不见抬头见 你指着人家说话 纽文新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证券管理层的高层 说坚持把保护投资者贯穿于资本市场建设和监督执法的全过程 这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 染人不舒服 那就是那些量化投资者 你也保护吗 那些违规违法的投资者 你是该保护呢 还是该去打击呢 所以啊 这样的事啊 在中国最高证券监管机构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立场问题 站稳了吗 第二个 你应该突出保护中小投资者 你没讲啊 你连讲都没讲呢 具体行动当中 你怎么保护中小投资者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问题 是人民金融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党领导金融的一个核心问题 说来说去 无非是股票市场监管应该以投资者为本 然后充分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应该坚持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贯穿在整个资本市场建设的特别是监管执法的全过程当中 话你这么说那才是对脾气 我过去老说我不炒股我确实不炒股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我当年居然还买过一回股票啊 保护中小投资者这件事跟我有关系了 关于我买股票的事我得回忆回忆 然后专门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讲一讲 我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的全过程的人买股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跟我没关系 闹了半天我不但有关系 我还买过股票来 大家认为 纽文心先生说的这个道理成立不成立 您有什么评论 如果您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多讲一讲 您可以 我下期接着说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毕竟市民毕竟市 东城区局民事办法 再见